而这几天国际也高度关注 失踪的观光潜水器泰坦号终于找到了 只不过已经是残骸 记者张允熙我们说明 好 这几天国际间最关注的 就是可以载着游客下潜到铁达尼号沉船处 参观的这个泰坦号潜水艇 这个潜水艇在18号的时候出发 一个小时45分之后就跟母船失联了 因此不少国家都动用搜救团队 来寻找这个潜艇到底在哪里 最新的消息是加拿大的船博署 他们一具深海机器人 在海面下4000米 距离这个铁达尼号沉船 船首488米的地方 发现了潜水艇的残骸 因此现在外界认为 船上的5个人应该是通通死亡了 没有办法幸免 这5个人包括谁呢 包括一名是英国的富豪 还有两名是巴基斯坦的富商 他们是一对父子 以及一名是铁达尼号的专家 还有一个呢 就是驾驶这个泰坦号的驾驶 他同时也是这家公司 Ocean Gate海洋之门的创办人 随即Ocean Gate也发出了声明 他提到说这些人是真正的探险家 他们有冒险精神 探索还有保护海洋的热情 而他们的心跟这5个人的灵魂 还有家属是同在的 虽然多国政府展开搜救 许多私人团体也投入救援行动 不幸的是最后仍然以悲剧收场 不过在搜救时动用了哪些装备呢 继续请允熙告诉我们 在确认泰坦号是悲剧收场之前 其实不少国家都投入了救灾的能量 举例来说美加派出了 像是C13动运输机 P3猎户座海上巡逻机 像巡逻机他就能够投放声纳浮标 另外也有派出遥控潜水器 这个潜水器可以将缆绳连接潜艇 然后就可以把潜艇带出来水面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泰坦号 基本上它必须要拉出来 到水面上之后 外面的人才可以协助把舱门打开 把人给救出来的 而天空新闻也报导说 其实法国的考察船 则是在了Victor 6000抵达现场 Victor 6000它其实很厉害 能够潜到深海6000米的地方 另外它也可以透过 远端的方式来操纵 但是它的缺点 就是没有办法把潜艇带到水面的 而另一款深海打捞系统 它就配有足够长的电缆 它能够把潜水艇拉回到水面上头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民间团体 协入想要来帮忙 不过它有提到说 它有一个2万英尺 可以下潜2万英尺的设备 但是它一直到22号的时候 才投入寻找的工作 主要还是因为没有获得批准的关系 那么铁达尼号的导演 詹姆斯克麦隆是说 他本来对泰坦号就有不祥预感 这事请允熙带我们看看 泰坦号的问题 好 现在专家认为 泰坦号就是发生内爆 所以变成说这个潜水艇 只剩残骸而里头的人都过世了 但内爆到底是什么呢 专家认为这个潜水艇 它就是快速的解体 而且发生时间只有几毫秒而已 所以舱内的人 其实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们就过世了 而在这之前 其实外界认为 应该要跟时间赛跑 在这个潜水艇里头 氧气耗尽之前 赶快把潜艇找出来 把人救出来 当时就有专家说 如果真的是要担心 氧气耗尽的话 其实氧气耗尽的死亡过程 相当的漫长 相当的折磨 因为它取决于新陈代谢 不是每个人都会 在同一个时间点过世的 另一方面 这个死亡不是一瞬间的 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而曾经下潜到水底 来看铁达尼号沉船 33次的铁达尼号导演 詹姆斯·克迈隆 他也提到说 他认为这起事故 跟铁达尼号 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包括是在同一个地点 另外警告也被忽略了 当年铁达尼号 收到了冰山警告 但是忽略了警告 而撞上冰山 泰坦号它其实被认为 是一个实验性的潜水艇 它也有不少的专家 提出一些安全警告 认为说应该要先获得 认证才能再客 没想到这一回 就发生了内报的事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